你们学习 机场空荡荡 各国班机大检连带航运业 都得放起无薪假 就空服员坦爷 已经开始想办法打工兼职 目前我已经回台湾返台了 想要找一些英文家教 或是行政光读的打工 我之前的勤务 都是被排大陆班居多 那随着疫情的恶化 公司被迫停了所有大陆的航班 也取消了部分的国际线 从一个月原本有12班的勤务 变成一个月只有一班的国内线 公司也在这边要求我们 放完所有的年假 也开始申请无薪假 原本的勤务归零 空服员只能返台收无薪假 度过非常时期 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 还有工程师及派遣作业员 公司的那个定定单被减少 所以教程就是说 工作量会变比较少 所以后来公司都决定要参与 过年后就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我们甚至产线有三个礼拜 在上班前一个小时 被通知说今天可以不用上班 因为就是原物料全部都被扣在大陆那边 新冠肺炎冲击台湾市场 几乎各行各业都逃不掉 由此仰赖中国原物料进口 甚至是工厂订单的产业 一些外销岛上的产业 似乎可能主要还是在一些 这个原料供应的锻炼情况 影响这个产能的这个利用率 那主要冲击我觉得还是在 餐饮业 航空业 观光业 所以整体来看呢 这个行业别不分的情况下 我是觉得无薪假可能 持续要观察到 这个五月份跟六月份 才有可能达到一个 这个比较高峰的一个数字 尽管人力银行分析 目前全台放无薪假的劳工 还不到四千人 但劳工的忧心却早已蔓延 根据统计 有高达百分之七十七的劳工 对疫情感到焦虑 更有百分之四十六 将近五成的劳工认为 职场的防疫不够完善 上班上的胆战心惊 另外担心遭到裁员的劳工 也有百分之四十八 百分之五十三 担心备放无薪假 还有百分之三十认为 调薪恐怕是遥遥无奇 疫情迟迟没有停损点 劳工悲观看待职场发展 从基层到企业都在苦撑 短时间内只怕台湾产业 看不到前景 欢迎新闻简运林 黄云廷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